臺北地檢署 偵辦高鐵這個案子 認為八大航庫 在整個洽購高鐵的特別股過程當中 有一些弊端 那也發動大規模的這個約談 那我請問您對這個案子 有沒有什麼看法 這個案子我想 應該這麼講 就是說這是過去啊 所做的一些事情 那現在這個高簽署他對這些事情 當然順應社會上對這個案子的質疑 他們做一些調查了解 那基本上對於說這些是不是說 會構成到失之面的影響的話 我想我們個人可能要等到 這個由法院這邊來做認定 那個主委啊 因為您也擔任過中國商營的常董 和一營的董事長這樣的經驗 那你認為高鐵這個案子 是不是裡面 陳如檢察官 這個他們的看法 可能有涉及弊端 我跟林委員報告 因為我去接任的時候 其實這些案子都沒有發生 其實實際的情形狀況 我並不了解 不了解是吧 那如果這個案子要是說 裡面有一些違法的事實 那這個你認為這些銀行 要如何替這些大眾來求償 因為你當軍管會的主任委員 當然你又要有你的想法 我想這個事情可能還是要需要等到法院 這個對這個事情做最後認定以後 我們才方便去提這些事情 因為現在事實上都還在司法偵查 因為這個裡面 要是說他確實有一些違法的事實 將來可能會衍生 這個整個 尤其是會影響到我們整個 國內的這個金融秩序 所以說我也希望主委 你在這方面還是要多注意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本期要請教你 這個為了防止洗錢 那金管會 這個發行給銀行保險 還有證券等這些工會 要求業者要 或這個工會要建置 國內高知名度 政治人物的這個資料庫 那請問這個資料庫是 以洗錢 這個高危險群 作為分類的基礎嗎 他這個是配合 國際一些這個 洗錢的防治組織 的一些作業的規定 所以我們也是配合這個規定 因為我們參加這個組織 如果說 我們沒有去建立這些系統的話 那在國際的組織 就對我們的洗錢的防治工作 他可能就給我們比較 這一個負面的一些評價 所以我們在配合這個 國際的組織的要求 我們做這些規定 做這些要求 那基本上他大概就是說 最主要就是針對一些可能的 這些 應該說一些這個 洗錢的要防範的一些對象 對資金的流動 預先做一些整理 那你認為高知名度的這些政治人物就是 洗錢的高危險群嗎 這個其實並不是 我跟林委員報告 這並不是會裡面 本會 這個我們自己 國內自己的規定 其實這是配合國際 這個他那個洗錢 防治組織的這個要求來做的 所以這基本上面 因為他整個國際上面的通知是這樣子 那我剛剛已經報告過了 我們其實必須配合國際的通知 不然的話他可能會對我們這些作業 對於評價 產生一些比較負面的看法 是這樣子 那個主委 因為這個資料庫 以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為主 但是到底 他的整個範圍裡面 這些 這個高知名度的這個 政治人物 是 差不多涵蓋在 什麼範圍裡面 你們要去建構這些資料 他這些高知名度的這些政治人物 都屬於 犯罪的危險群 我想 這個 是不是 應該不會是這樣子 不會是這樣子 包括因為他只是國際 他們那個洗錢訪問組織的一些規定 那其實我個人也覺得這件事情 必須要很慎重來處理 這樣齁 對 所以相關的技術 相關的一些這個作業的規定 內涵 我想我們會很慎重來辦理 因為齁 那個主委 建構這些資料庫 因您的看法要花多少錢 這個部分 因為比較這個屬於這個 比較技術性的事情 我倒是 沒有這個深入 也許我們可以請我相關同仁 了解一下 這樣齁 好 那我再請教齁 你一個問題齁 就是有關於齁 我想前一陣子啊 這個 金管會 要管制這個高收益 債券基金齁 因為 從去年齁 這個 六月到 今年的六月啊 齁 差不多 這些基金 暴增了兩千多億 齁 那 這個基金的配息齁 當然這些銀行的這些理專 他們一直在推銷 因為每個月 有固定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 的月息 那 這用來 我認為說 你像這些 這個金管會的做法 是不是 要把 這個從現在的百分之九十 降為 百分之七十的比重 是 跟李委員報告 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個層面是 我們希望說 這個基金齁 既然他是一個海外基金的話 那他應該是 以這個對整個 國際目擊齁 來做為他的這種目擊的對象 那 不應該只是說 就全部集中在我們國內 所以 我們才把這個比例 希望能夠適度降低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其實就牽涉到這個 高收益的問題 是 那高收益呢 他會有的時候他會強調說 他是高配息 但是我們要知道說 高收益高配息 但是呢 他同時 他其實有一部分 可能會有牽涉到這個 資本利得的問題 那資本利得 是不是可以直接拿股息 來當作利息來配發呢 這其實是 在這個基金的管理上 是有討論的空間 所以我們是 希望說 也要強調這一點 讓投資人也知道說 或者我們要讓基金公司 也要注意 就如果強調的是資息的話 那你這個資本利得 這個部分 就不應該去把它說 他是 這一個一般的利息在配發 主要是處理 那個主委啊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他們都是以美元來計 齁 那美元現在有匯損 齁 銀行又要手續匯 而且齁 這個裡面齁 美業的配息啊 是用 投資人的本金 是不是用投資人的本金來配息 這就是 那你要是說沒有賺錢 哪有 哪有席可以配 那現在問題的癥結點就是 當有一天 齁 這個發生這些 這 一旦發生問題的時候啊 又要造成 整個 金融的危機 會不會有這種問題產生 就剛剛跟林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關心的啦 你覺得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利息 齁 你講說是利息的配發的話 那你就應該讓投資人清楚知道 齁 那這個本金 你將來的話本金 你說你不能去拿資本利息 資本利得去配 那這樣的話你將來資本利得會變動啊 對 那將來的話投資人可能會造成誤解 所以像這些事情要講得很清楚 所以說拿到利息可能虧掉本金 齁 所以我們希望說 沒有賺錢哪有 哪有利 哪有這些利息可以配 所以我們才希望說 在這些事情上面把它理清楚 就是 所以說我 投資人有混淆 我希望說 站在主委您的立場齁 投資人這些眾口味啊 這個要考慮到高風險 齁 那本期再請教你齁 因為齁 這個 中央銀行啊 因為媒體報導齁 中央銀行 呃這個 要求金管會 加速提高 這些受險 呃受險公司啊 海外的投資額度 齁 和這個放行投信 齁 這個海外的基金齁 齁 那 這個 央行要求的跟 現在啊 你們去 呃這個要求這個比例降低的 是不是有衝突啊 我跟另外報告 央行並沒有對我們就正式的要求這個 沒有 沒有是吧 沒有沒有 因為齁媒體有報導過 齁 就是希望說 這些受險啊 能夠 呃受險公司 能夠到海外 呃這些投資額度啊 呃這個 這個 這個放行的這個投信 海外的這些基金 能夠 呃這個由 呃這個 呃他們去做 呃這方面的推動 還希望 呃來抵消新台幣升值的壓力 有沒有確實有沒有這個消息 沒有沒有 他沒有正式的要求我們啊 沒有沒有 沒有是吧 沒有因為這屬於我們主管的部分的話呢 那當然是我們審核這個基金嘛 但現在外匯的部分是中央院長主管啦 那可能他們基金如果說他要使用到動用到外匯 他當然要去跟中央院長申報 這樣齁 主委 我想媒體報導九月 這個外資突然齁 這個變成 啊淨賄賂有二十幾億的美金啊 齁 那請問是不是有這種狀況 是 我們的資料統計裡面是有的 那 那監管會 呃了解賄賂的動機是什麼 有沒有去實地了解 這個部分當然他進來的話 還要經過這個中央院長那邊審查啦 那他其實他都必須要符合我們的這個外人投資的相關的規定啊 那因為他主要還是應該進入這個 到我們的股票市場去買股票 是 那其實央行比較擔心的是這一塊齁 他如果說是純粹為了這個匯價變動齁 對 那所以央行對這一塊其實也很審慎啦 因為齁 這個外資看好台灣市場齁 來台投資當然我們絕對是歡迎 但是要是說這個大筆的大筆的資金進來 然後就是以炒會這個為主齁 那這個金管會 所以你最起碼你要有一些因應的這個對策 是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都配合央行在做啦 所以譬如說齁 他過去他可以是用這個 齁 用這個台幣來這個抵繳一些什麼這個融券的保證金啊 那這部分配合央行也都把它改掉了 都只限限用外幣喔之類的 那所以其實這兩個這個部分的話齁 配合央行在這個怎麼講 就是說防患國際熱潛 我們其實是全 我們是充分在配合的 這樣齁 好 時間到了 謝謝 謝謝林委員